Hello大家好,我是溜溜,现在是凌晨4点钟左右 我现在拖着行李箱去送我妈妈去车站 外面如同空城一般 来了,看一下太原车站 太原火车站现在真的没几个人 满打满算都不超过20人在这个广场上 然后我们来自租售票机这儿,拿一下票 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空旷的火车站 自助取票厅,一个人都没有啊 说一下,刚才由于那个拍不清楚 跟大家口述一下吧 就是那个进车站里面有工作人员会挨个给你们测体奔 现在送完人了,然后一个人往家走 看一下这是通往火车站的那个地下通道 一个人都没有 就问你害不害怕 得亏是我跟这边很熟悉 要不然真的是不敢走 一个人太害怕了 再走一走就上路面了 上路面还相对心里还踏实一点 因为路灯比较多 这块右手边就有李先生跟肯德基 在家睡了一觉 然后跑来就跟他们玩狼人杀 看一下我是8号被紧 他们还给拿了瓶王老吉 最后这几个朋友都没有去过外地 然后相对是安全的朋友 然后大家都依然戴口罩 我现在已经回家了 今天我们在那边玩狼人杀 是大家都戴着口罩玩的 然后这是我戴的我们家最后一个口罩 现在口罩真的很难买 我们在那边玩狼人杀